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故事片 《望角卡门》 这部影片不仅是王家卫的处女作 也是刘德华和张曼玉的第一次合作 更是张学友表情包的出处 影片一开场 正在睡懒觉的帮会小童母华仔 接到了他四姨婆的电话 说他那位住在大榆山的二舅父的闺女阿娥 因为看病需要在他这住几天 华仔这边刚发现电话 他的表妹阿娥就更小了门铃 我估计这速度得有180吗 比曹丞相跑得还快 要说华仔的这个表妹长得是真水 浅淡春山赛电线 一脸的娇艳蛋白 什么西施貂蝉杨玉环 包死血套喷尽年 都没我们长得甜 把阿娥请进屋之后 华仔接着睡自己的大头觉 阿娥刚坐下没多久 便接到了华仔的小弟苍蝇的电话 苍蝇在外面找胖子收账 可胖子根本就没把苍蝇放在眼里 要说华仔这日子过得也的确有点太随便 屋里不仅脏乱差 而且还有一股榴莲炒臭豆腐的味 差点把阿娥趋一跟头 华仔起床之后 简单的跟阿娥聊两句 便接到了苍蝇的电话 华仔说跟那等着我 我马上就到 华仔来到一饭馆 看到苍蝇正跟胖子对峙 这二位其实都没什么本事 全都是屈肠生事 华仔二话不说 七里咔嚓就给胖子来临满脸花 这下胖子的情绪明显稳定多了 乖乖的把钱掏了出来 收完钱 华仔来到了某夜走会 找自己的女朋友龙套妹 由于华仔整天屌儿 浪当不务正业 龙套妹决定跟华仔分手 而且还谎称自己 刚把华仔的孩子给打掉 失恋的华仔显得非常的颓废 把家里折腾的是鸡肥狗套 当时就把阿娥给吓尿了 阿娥说表哥 你这满脑袋的绿 是不是被人使完中气了 华仔一听就急了 上去就给阿娥来了一壁动 华仔说 你再敢拿表哥开穿 我就让你滚蛋 要说这个苍蝇是真不让人省心的 出了钱就开始耍赖 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 双旁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对方是人多势众 把这哥俩揍得是屁股尿脸 要说这波围观群众的素质是真高 队伍井然有序 不起哄不帮忙不要紧 一个个看得是津津有味 本来华仔要带着阿娥出去逛街 可还没出门的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苍蝇找上门 小弟有难大哥必须得出头 帮苍蝇处理完伤口 华仔单枪匹马又杀了过去 淒里咔嚓把对方揍得是稀里哗蓝 华仔走了之后 阿娥是白转挠心再睡不着 从两人的状态上来看 应该是蓝有情没有意 就差一几门灯蜜 转过天 华仔收到了阿娥的词别信 阿娥说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我身体被忘吃麻麻香 昨晚上我从你的眼睛里 看出你对我是有点想法 如果想抱得美人归 那你必须要行动起来 我可提醒你啊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我貌若天仙 现在有很多男人都对我虎视眈眈 如果不想留下终生的遗憾 你就抓紧时间吧 苍蝇的老弟阿西结婚了 为了给阿西办婚事 苍蝇借了托尼大哥一笔高利弹 由于九席半得非常的寒酸 令阿西的老丈人非常的不悔 苍蝇一看阿西老丈人那张大驴脸 就一肚子的气 上去就想跟对方动手 幸好被划在一个拦住 这苍蝇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非常的重义一起 而且自尊心也强 他一直想在黑道上干一番大事 可如果想在黑道上当老大 不仅要心狠手辣 而且还在阴陷较大 而苍蝇属于有勇无谋之辈 根本就不是当大哥料 一天晚上 华仔接到社团的通知 说最近警察正在进行扫黑行动 社团管财务的酱油哥都被警察去抓了 而且据说这个酱油哥 还要转做检方的五点证人 由于苍蝇借托尼的钱一直不还 没过多久 托尼的手下就来找华仔讨债了 在华仔的再三追问下 苍蝇只好承认 为了给阿西办婚宴和送财礼 借了托尼一笔钱 随后华仔带着苍蝇 去找托尼贪还钱的事 这托尼老师不仅发型酷表情调 而且脾气也不大 因此双方谈得很不愉快 华仔一看 这托尼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于是便拿着把刀 把麻将管老板给抢 这个麻将管可是托尼老师罩着的 由于华仔和托尼同属一个社团 为了把这件事摆平 社团老大亲自出面调和 老大说都是自家兄弟 你不要那话 目前管财务的酱油哥 准备做污点证人 咱必须在开庭之前 把这孙子给干掉 你们谁愿意去啊 这帮人平时为了点 迎头小力打来打去 可一遇到这种大事 一个比一个谦虚 双方谁都不愿意去干 最后这帮人是不慌而散的 为了不让餐饮再出去捅楼子 华仔安排餐饮去卖鱼玩 可餐饮自认为自己是干大事的人 根本就不愿意干 转过天 华仔在避雨的时候 偶遇了前女友龙套妹 此时的龙套妹 不仅已经结了婚 而且还还了孕 还没等华仔问的 龙套妹主动说 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华仔 这分明就是此地乌银三百两 跟龙套妹的见面 逐渐让华仔想起了表面阿娥 伴随着王杰和叶欢的那首 忘了你忘了我 华仔登上了前往大鱼山的车 本来阿娥已经跟自己的一生好上了 可华仔的出现 把他激动得花着乱颤 马上就一清别脸了 两人在电话亭清完嘴 又来到了一块鱼酒店 一夜无话 转过天 苍蝇正在卖鱼玩的时候 托尼老是带着手下出现 托尼向来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把苍蝇损的是体物完肤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你 这件事对苍蝇的刺激是太大 为了报仇 这哥们晚上把托尼的车给砸 托尼一看那能干嘛 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当时就把苍蝇的做懵咪了 得知消息的华仔赶过去一看 发现苍蝇已经被揍成猪头了 本来双方就垂火不容 因此一言不合就又动起了手 两人逃出去之后 刚准备去吃消息 就被托尼单身给劫住了 哥俩这一顿胖揍是肯定少不了 挨了打之后 苍蝇带着一身的伤拍拍屁股走了 临走时撂下一句话 说我不配做你的小弟 以后咱各奔东西各安天命 为了能出人头地 苍蝇找到老大 主动接下来去刺杀 五点证人降严格的任务 苍蝇拿出一部分安家费 给了小弟阿西 并且慷慨陈词了一番 阿西觉得不对劲 急忙给华仔打了一电话 本来华仔已经准备金盘洗手 跟阿娥踏踏实实过日了 接到电话之后 担心苍蝇做出傻事 急忙乘车离开大学生 一天晚上 托尼老师正打牌的时候 苍蝇气质汹汹的杀到了 托尼知道苍蝇要去刺杀剑儿子 因此不管苍蝇怎么挑衅 他都一直只认为动手 后来实在憋不住了 刚准备动手 没想到苍蝇突然把枪给掏出来 要说这托尼老师也是个怂货 当场就被吓尿 其实这也不得全怪托尼老师 表情包一出现 谁看着不看他 这帮手下一看早大 这个怂样一个个都撂条子不干 转过天 苍蝇给他妈咪买了台空调 准备送过去 可他那位已经改嫁的妈咪 说家里已经装上了 气得苍蝇一怒之下 把空调扔到了海里 就在他正傲藏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正守株待兔 等着他的华仔 可不管华仔怎么说 苍蝇就是不听劝 对于苍蝇来说 一辈子做小弟被人欺负 他早就受够了 他必须要干一条大的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而对华仔这种 重情重义的男人来说 苍蝇既然是自己的小弟 那么他就有责任 有义务保证苍蝇不能出事 华仔说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 那我就陪着你去 万一你被人毙了 我还能帮你补一下 苍蝇说 我求求你了 不要对我这么好 我还不起他 哎呀 不得不说 张学友在这场戏中的表现 绝对是影帝级 经过华仔耐心的说服教育 苍蝇表面上答应得挺好 可趁着华仔不注意 这哥们居然虚晃一招仨子撩了 开庭的日子到了 当酱油哥出现在法院门口的时候 等了半天的苍蝇 突然叮了光当就开了枪了 可惜的是 直到苍蝇把子弹打完 都没能击中酱油哥的要害部位 警察们一看这还得了 急忙开枪把苍蝇给毙了 眼瞅着酱油哥要被救的 华仔及时赶到 影片的最后 华仔兑现了向苍蝇许下的诺言 但却辜负了对他一往情深的阿阿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兄弟如手足 老婆如衣服吗 重情重义没错 但华仔显然把兄弟间的情侣 看得过于的瞎隘 这不是一波云天 这就是一脑残的 正因为王家卫不想走寻常路 因此才给了影片一个 狗血一样的悲惨结局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哥们意气虽重要 但也不能瞎胡闹 毫无原则去顶雷 纯粹就是大傻猫